好,來啦 專口MC的 那就是在課裡面 就說有什麼jobs 跟IT有關的 弄點名字來啦 好,Programmer System System Analyze 你怎麼說啦? ST 是嗎? 是嗎? 是,好看喔 OK 那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Tradition Tradition 還有什麼 IT support 就是Tradition 還有什麼 Data Entry Operator 對啦 Data Entry Operator 好,還有沒有 還有一個 還有什麼 就Network 什麼 Manager 這個專管 Network 的 行不行 有沒有問題 是,這很簡單 但是,為什麼會幫大家溫習呢? 因為他有機會問你 以下的工作 誰負責 應該大家有做MC 應該會遇過的 就是,在這個口頭上幫大家溫習呢? 如果有些很大量的資料要輸入 是誰呢? Data Entry Operator 然後,我想問一下 Network Manager 主要是做什麼的? 嘩,那就廢了 別人問你 Network Manager 做什麼 你說 做Network 那真是沒有意思的 怎樣? 就是管理你的Network 我想問一下 Network有什麼需要管理的呢? 好大的 可以告訴你 你想到Network 所有的東西 都是關他的事 Network Manager 例如,開帳戶給人 停帳戶 裝Pinter 裝機 上Network 全部關於他的 那,反過來 System Analyst 有什麼用? 廢了 這個千萬不要回答 這個一定是錯的 答案 是什麼? System Analyst 想什麼? 想什麼? System 怎樣運作 怎樣設計 怎樣指下面那些Program 寫Program 最後什麼六神合體 那就是Program 寫了一些Program 他就幫手去扔了 OK? 所以很簡單 Program做什麼呢? 就是寫Program Program上一級 是做什麼的? 設計Program 不是 上一級那個叫SeniorProgram 只是把高層次 把一堆Program 倒閉 行不行? 有什麼問題? 這應該很簡單 好了 好嗎?